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纬点评 今天是2020年的3月27号 那当然对于大家来讲 今天已经是这个纽西兰封关的第二天 实际上来说纽西兰现在疫情增加的速度也蛮快的 每天不断的公布的这个确诊病例当中呢 不断的增加 但唯一大概让大家比较放心一点的是呢 这个政府已经做好一些相对应的准备 对于未来疫情的大爆发之后呢 如何去控制疫情 譬如说用露营车做这个临时 类似方舱医院有1400辆的露营车停在那里准备 那当然还有在这个公立医院当中呢 也准备将来啊 把这个一般病患其中到某一家医院 或者某一些医院的作为传染病医院 当然呢回头看纽西兰的准备 实际上就是也在做好这个病毒来临之际啊 将要来的那种冲击 因为现在居家隔离啊是全国的行动 总理叫Center Aden 我纽西兰总理啊 也在家里啊 跟这个民众做这个视频live节目啊 所以呢 这个我也呢 这个遵照啊 国家指示在家做节目 因为平常呢在电视台做节目呢 这个设备啊都比较到位 灯光啦音响啦什么各式各样专业级的设备啊 那大家看起来呢也比较习惯 所以过去新闻经论坛在一年当中啊 我们在YouTube上面创下了1000万的点击量 一个节目啊 在一年内累积的点击量超过1000万呢 应该啊这个谢谢大家支持啊 应该还蛮有水准啊 好那当然来讲呢 现在每天做的节目呢 这个虽然没有那么高的点击量 但是丙的媒体人的责任啊 我还是要坚持下去 在昨天的经文点评啊 这个下方啊有朋友留言 对于美国的QE量化宽松啊 他比较担心了对全世界有什么影响 对不对 当然我想要讲全世界影响之前 可能跟各位稍稍我们要谈一下 什么叫做QE量化宽松 因为在08年的时候这个词啊 突然就冒到我们的眼前 很多人就说啊 啊那个QE量化宽松 大家都知道印钞票 印钞票 但是啊在经济学上面啊 你说他印钞票是没错啊 但是呢 印钞票要印的有技术啊 对不对 不然就像那个金巴不韦 对不对 什么几千万买一只老母鸡啊 或是呢有那个当年德国在一战之后 那威马政府什么 一堆那种金融崩溃的局面 所以印钞票啊 绝非上策 对不对 因为当年印钞票 亡国的国家 历历在目 那我们讲点历史啊 那你看当年 罗马 罗马帝国啊 罗马帝国基本上是 欧洲 这个亚洲啊 这个整个 这个全部啊 在他统治范围内 他幅员非常大 现在的德国当年罗马帝国啊 占领过 英国也有啊 对不对 英国伦敦还有一个罗马人盖着城堡 在泰晤士河旁边 对罗马的国力啊 很强大 但随着时间的走呢 到了罗马的这个后期的这些 这个等于是这个领导人的身上的时候呢 他就总觉得呢 这个反正我国家大嘛 对不对 我财政支出大嘛 对不对 我就开始啊 发行货币 无限量发行 反正全世界我最大 我说的算 结果最后呢 就是因为啊 这个通货膨胀 东西不值钱 对不对 加上战争 结果怎么办 没有钱再去发 他回击啊 比如说别人攻击他 他面前打仗啊 对不对 士兵发不出响 这个买不起武器 所以最后罗马帝国灭亡了 对不对 回头看 明朝 也是那个 那个那个一样的同样的案例啊 当初那个 明朝皇帝啊 应那个大明啊 那种就是纸钞 因为以前出门嘛 带元宝 大家不方便 所以明朝就用那个 有点像那个银票 但他很大张 对不对 大家都用起来方便嘛 一张纸 电视剧里面都那么大一张 一打开 哇 一万两 两万两 对不对 但是呢 明朝到后期 这个边界 这个战争啊 非常多 那时候清朝嘛 对不对 那整个来讲呢 怎么办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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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就 就就发啦 拼命硬啦 对不对 银票拼命硬啊 朝廷拼命硬 然后呢 做军须 所以你看最后 明朝啊 并不是因为一场战争 罗马帝国也不是因为一场战争 而是因为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的结果是什么 政府乱营钞票 好 美国 联储局啊 这个 那个 人也不是 应该这个美联储啊 这个 就决定啊 无限的量化宽松 这个我一听到 我就着急啊 对不对 因为无限量化宽松的概念就是 政府 等于是啊 要对所有的企业买单 因为一般人啊 听到量化宽松都以为政府啊 印很多钱 对不对 就放在那里 大家来借 可是你想想看啊 正在经济学的角度 现在景气不景气 谁愿意去跟银行借钱呢 对不对 比如说现在疫情那么严峻 我干嘛去借钱 我借钱来干嘛 投资 我投资没生意啊 不准我营业啊 我只能坐家里啊 怎么办 那就一定要想方设法 逼着消费者去消费 所以在2001年的时候 全世界第一个国家叫日本 发行了量化宽松 因为大家知道日本失落10年20年 这个跟他过去啊 经济发展到一个阶段 种种因素之后呢 他开始用量化宽松 刺激日本的经济 因为广场协议之后呢 日元升值 日本的竞争力下降 整个股市各方面表现 经济表现变得很差 所以日本政府当时用量化宽松 在2001年哦 对不对 进行了这个货币政策 就是量化宽松 让更多的钱在市场上 其实量化宽松的概念啊 简单的说就是 政府啊 印了很多钞票 对不对 他带头行动 他做什么事呢 第一 把这个在外面的国债买回来 第二 很多公司不是发行公司在吗 我买你的公司在 买公司在跟买国债 好 各位注意到 这有一个重点来了 当如果你持有国债 现在政府用高价 给你买的时候 你持有的是现金 对不对 现金你会做两件事 不是放银行 就是去投资嘛 对不对 你不可能抱着现金睡觉 公司也是一样 他发行公司在 对不对 跟政府换到钱了 政府买他公司在哦 他不是投资 就是去放银行 对不对 好 我们假设投资的放一边 那这些钱呢 一定会有一些流向 这个金融系统 银行里面 好 银行呢 收了这些钱之后 存款嘛 对不对 他一定干嘛 放贷 把他放款出去 好 比如说呢 这个还有另外一些企业 小企业啊 他就去银行 借钱的时候呢 就借到这些大公司啊 存的钱 他就借去了 对不对 他去做他的这个零售业 然后呢 再把他赚的钱 他又存进银行 另外一个人又借去 在经济学的角度来讲 这做一个比喻啊 就是这个在车子 我们做 我最喜欢用的比喻是 这个车子在高速公路跑 这个经济啊 就像一部车子 你越跑越慢的时候 就出问题了 那什么样来动力呢 政府先推一把 推 就是这种连锁反应开始了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嘛 政府到公司 到小公司 中等公司 小公司 到民众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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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车子就 就前进了 对不对 经济就恢复了 这个是理论 所以呢 在01年日本用过 欧洲用过 美国08年用过 大家发现 效果还不错 对不对 经济呢 就动起来 不然经济啊 没有推力 因为过去 纽西兰有过例子 用房地产去推经济 那个有很严重后果的 有很严重后果的 对不对 房价高涨 通货膨胀 这个马上可支配现金下降 这是一个负面效应 但是联合宽松 有没有负面效应 那肯定有啊 对不对 股价一定涨 各位没有注意到 今天 今天美国到穷子 还涨到多少 22552.17 收盘 涨了多少 1351.62 代表什么 这个市场的钱啊 多了 大家有没有股票市场啊 我刚刚讲 投资啊 这就是股票市场的反应 但是哦 这只是一个短期现象 它不是长期的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美元啊 现在是因为避险工具 对不对 全世界因为都出问题了 其他货币 大家都泡啊 大家都去报美元 那那种情况代表什么 因为量化宽中中 美元会贬 美元贬 大家说很好啊 美国有利出口 你现在还搞怎么出口 你疫情那么严峻 对不对 最新的数字 美国的感染确诊病例 超越中国 达到8万2000多例 死亡人数 1135人 当然死亡人数还没超越 但感染人数超越 所以美国在量化宽中之后 对世界的影响啊 我们要讲到今天的重点 有几个重点 第一啊 美国会出现烂账 烂账的局面 譬如说有些公司 他发行公司债 对不对 美国政府支持买了1000万 就公司倒了 你这公司债 零吗 就没了 所以政府 等于就是亏1000万 当然纳税人将来都要买单的 不是亏就算了 这个将来税都很重啊 好 那这是第一个 烂账出现 那烂账出现之后呢 就出现通胀 因为美元贬值 美国进口物品上涨 对不对 所以你物价会贵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局面 而且美国现在先领 失业救济金 在这短短的几个月当中 高达300多万人 代表企业啊 做不下去了 对不对 干嘛不然这员工去领失业救济 因为公司关门了 所以现在这种QEQQE量化宽松会造成的情况就是在市场上烂债很多 第二还有一个问题啊 美国疫情现在那么严峻 对不对 各位要知道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粮食供应国之一 美国的农产品大豆玉米 猪肉牛羊肉乳制品 这些东西啊 美国是世界大概排得非常前面的 全世界有几个最大的食品公司 美国就占了三个 那好 现在疫情很严峻啊 想问问各位 农人 现在是春天来了 北半球 对不对 要播种 农人都抗议啊 大家生病啊 谁去种田 对不对 谁去养猪养牛挤牛奶 这个全部都是问题哦 所以各位注意到啊 在2020年的下半年 全世界的粮食价格一定上涨 一定上涨 因为美国在这个供应市场当中啊 他只要降 他那个对影响的局就很大 因为他的量大 对不对 他只要降20% 那大概世界的粮价 至少要涨20% 就这个概念哦 所以各位不要看哦 因为他的量大 别的国家供应啊 这个有限 不然举例来讲 中国为什么一直跟美国买大豆 这不是因为美国人长得漂亮 是因为他的量大 中国要的量大 对不对 那个有很多国家的供应商啊 满足不了 我不能说 我跟十几个国家去买 那个质量不稳定 你知道 供货也不稳定 我一般喜欢供应商啊 最好是一个 很稳定的 对不对 所以美国的当年的这个大豆啊 是这样抢到中国市场 所以呢 全球的粮价在2020年一定上涨 刚刚我们讲到农产品的价格会有一点改变 尤其在2020年的后半期的上涨 当然不能否认呢 当疫情过去之后 这个QE量化宽松大量的资金啊 还在市场上啊 他不可能因为疫情结束 对不对 美国政府就把这些钞票通通收走 把你口袋里的钱拿走 那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全世界 这样美国印多少钞票 就有多少热钱啊 在全世界开始流窜了 他就会到各个新兴国家去找投资标的屋 在这种热钱比较容易选中的投资标的屋啊 不外乎两样东西 股票跟房地产 对不对 那各国的股市啊 尤其新兴国家的股市就会有一堆热钱进来啊 开始炒股股价就会推高啊 当然那些人啊 法人啊或者是基金啊 他们是来的快去的快啊 这个也可能将来在过几年之后啊 很多新兴国家会有股灾啊 因为股价太高了之后呢 这个突然当资金一离开的时候 他就会整个市场会有点崩溃啊 第二个比较可怕的是房地产 当这种大笔热钱出现的时候呢 过去有许多例子 就跑到一些比较看起来还稳定的国家 譬如说像纽西兰 外面的境外热钱呢 就进来了 开始买房地产 因为过去纽西兰呢 大家觉得最多炒房地产是来自中国的投资者 买自用住宅 对不对 其实实际上 如果你去看数据资料 大部分的这种外国的热钱啊 来到像纽西兰这个国家 他买都买的是办公大楼啊 对不对 几个亿的几个亿的买 对不对 而且是什么欧美国家 在08年之后啊 实际上有很多热情来到纽西兰 那不要说其他国家也是一样 所以在这一波疫情过后 总结一下两件事情跟我们息息相关 第一食物价格上涨 这肯定的啊 食物价格上涨 第二房地产价格上涨 这也肯定的啊 那当然呢 这个两个上涨之后呢 对我们生活影响有多大 不要我多说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那该去如何应对在这种疫情后的世界经济 相信大家都可以慢慢开始思考了 因为还有一段时间嘛 疫情还没结束 纽西兰今天公布最新数字高达了368人确诊 这个来讲呢 有8人在重症病房 8人在医院 1人在重症病房 我们还是希望纽西兰能够再坚持下去 因为今天才第二天 我们希望在未来的28天 纽西兰的疫情能得到控制 谢谢各位这段期间呢 对金伟点评的支持 虽然每天呢 有几百位热情的朋友在线上 跟过去相比少了很多 但是最重要 非常时期 我们还是啊 这个媒体人嘛 在空中 我尽量 做好每一天 把最新的资讯带给大家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请订阅 对不对 按赞 然后打开小铃铛 也可以分享 好吗 谢谢各位 我们明天准时空中再见 拜拜